最近周杰伦可是十足的一位大忙人 不仅忙着开演唱会 还要给自己的潮牌办大秀 这回又成绝饼品牌合伙人 在吃货的路上已去不饭 10月21日 周杰伦现身上海青铺 出席中国饼卷世界两全其美 周杰伦合伙人签约一世纪 两手抓全球连锁店合伙计划 启动一世 整个活动惊喜连连 与荣光等好友前来助阵打call 周董还变身两手抓店铺老板 疯狂为国际友人安利推荐美食 因为今天是差点什么好朋友 那今天游戏来到这儿呢 很开心了 两全其美丽精通牌 我也是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我也比较熟 我觉得就像音乐的创作理念一样 就是要迈向国际 然后我觉得跟这个 两全其美其实一样是走向全世界 那我觉得这 其实这几年一直看到它不断地在进步 然后我也是真的在世界各地 看到这个两全其美的成长 我觉得 我是非常支持 而且 我也是一个非常讲义气的人 大家都是老朋友老伙伴 真的是讲义气的老伙计呀 喜欢各地旅游的周董当然不会错过去当地的连锁店铺打卡 下方中周董也是敬显自己可爱的一面 要看人多不多 人多不多 就像在马来西亚经过的时候 其实人蛮多的 我其实蛮想去自拍一下 觉得很好玩 但我觉得那时候真的人太多了 所以也不太好意思 自己跟自己的人形立牌 不敢在那边拍照 但是如果说 有机会当然会 粉丝们又可以去get周董的同款了 不过粉丝们最期待的还是周董的音乐作品 虽然刚发了新歌说好不哭 那新传奇什么时候才会提上日程呢 最近不是才刚出了这个新歌吗 对啊 所以让大家先消化一下 就这样子饭别吃得太快 腾讯娱乐上海报导